同学们大家好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我跟大家讲过 实际上你在学TypeScript的时候 就是在学TypeScript里面的静态类型 以及它相对于JavaScript的一些衍生语法 那这节课呢我来带大家进一步深入的了解TypeScript它的静态类型 那在桌面上我创建了一个TypeScript的文件夹 然后我在编辑器里面打开这个文件夹 在文件夹里面呢我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demo.ts OK 我写一个变量const count 号number等于2019 那大家看到这段代码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结合之前我的课程 大家可能觉得现在count无非就是具备了一个number类型 所以你对静态类型的理解就是 count永远都只能是一个number类型的数字 它不能是其他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我让count等于一个对象 它显然会报错的 之前大家的理解可能就是到这一步 实际上对静态类型的理解 我们可以做一层深层的理解 那count是一个number 当count具备了number的静态类型之后 count这个变量实际上会具备number这个类型所有的属性和方法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我count点的时候 下面的所有方法实际上都是number类型所对应的方法 编辑器会给你非常友好的提示 那除了对这种基本类型的静态类型定义之外 之前我们还讲过一个自定义的类型 我们写过一个interface 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做point这样的自定义类型 那里面它会有一个x是number 有一个y也是number 那我让一个小的变量叫做point 它等于point类型 于是现在会报错 怎么才能让它不报错 它的值必须有一个x 是一个number 比如说3 必须有一个y 4 这个时候就不报错了 好 这句话的理解是 point变量实际上一定是一个自定义的point静态类型 除了这层理解之外 实际上你还应该理解point 这个变量上具备point类型所有的属性和方法 point类型上有x和y两个属性 所以这里编辑器就会给我们很好的提示出来 OK 那关于类型的理解 大家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在这里我把它注视掉 假设我定义了一个其他变量 叫counter counter现在没有任何的明确的类型 所以我去掉counter的时候 编辑器就不会给出任何的语法提示 那这呢 这是我这节课想给大家讲的核心的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静态类型 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变量的类型不能修改 还意味着这个变量上的属性和方法 基本也就确定了 正是因为这样 编辑器在使用静态类型的时候 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语法提示 那这就是type script里面 type它的一个深度的本质性的理解 好 讲到这里 这节课就结束了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加油 好